英国路透社6日消息,一艘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在亚太航行时,遭遇了东方某大国的一艘护卫舰和两架直升机的驱离,报道着,这艘军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海神之子号,满载排水量2.2万多,是一艘呆在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两栖船路登陆舰。 路透社圆灭消息人士的话强调,双方在遭遇过程中均保持冷静,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名发言人称,艾尔碧恩号完全遵守了相关的航行准则,而就在几乎相同时间,据艾根廷媒体报道,9月5日,艾根廷海军出动一艘调查船,直接前往马岛附近探测其兵力防御情况,由于因艾两国历史上的买岛恩怨至今未解, 因此这一消息引得外界狭想,为了和英国抗衡,艾根廷准备重新振兴空军计划,这几年正在寻求各地网罗一款性价比最高的战机。 此前就有消息称,艾根廷一直对骁龙挺有独钟,待在经过一番对比以及各种因素考虑之后,双方都取消了合作意向。 不久之后,艾根廷海军正式对外宣布全部A4天鹰攻击机停飞,只留下一款AA58普卡拉螺旋墙攻击机在海军服役。 虽然这款攻击机性能不错,低空作战优势很大,不过作为南美一个大国,空军只有一款螺旋墙攻击机在服役。 这让艾根廷面子上很难过去。8月27日,艾根廷和法国终于就引进超军旗,攻击机达成协议。 但这款双作搭8件在攻击机实在是老旧不堪,属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产品,艾根廷纯粹为了应急才达成这一合作。 在和法国达成协议的同时,艾根廷媒体再次放风,趁购买骁龙的实际已经成熟。 消息人士透露,艾根廷真正看伤的其实还是骁龙,但之前没有谈龙是因为价格令艾根廷无法承受。 实际上交比同款运行的F16和阵风以及台风等战机,骁龙属于性价比超高的战机。 在历经了数次升级之后,骁龙目前配备了齐威的武器系统,而且齐雷达也数次得到改进。 艾根廷媒体曾爆料着,英国皇家海志此前曾希望,已不再富亚太蒙海域为条件交换中方终止对艾根廷出口骁龙。 但随着事件的最新进展,恐怕出口骁龙只剧可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